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网友故事 爱玲今年28岁了 在遇到张新权之前初吻还在 现在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也不能说被人欺骗 要怪只能怪爱玲实在没有经验 她从小家教太妍 在情窦初开的年纪被父母死死盯着 好不容易到了大学 内心对爱情的憧憬已经消失了大半 喜欢上一个男生 可人家有女朋友 就这样傻傻暗恋到毕业 进入社会后 爱情成了另一种样子 爱玲变得更被动了 被动的等待爱情降临 两个月前 公司派她负责对接一个重要的客户 对方就是高大帅气 风度翩翩的张新权 很符合她内心白马王子的形象 很快他们的关系延伸到了工作之外 爱玲心里也很纳闷 感觉被一股神奇的力量 牵着往前走 其实这就是情场老手的厉害之处 而张新权则是老手中的高手 两个人每天睡觉前都会聊微信 张新权风情流磨 也心思细腻 很懂拿捏女人心理 没过多久 爱玲对她完全敞开了心扉 把种种心理的话都交给对方 看来她是爱上了张新权 在情场中 一面多年的张新权 捕捉到了每一丝讯息 她知道收网的时候到了 那天周五下午 还没到下班时间 她给爱玲发短信说 一周的工作结束了 晚上我请你吃饭 放松一下 爱玲自然非常激动 对方终于主动迈出了一步 很浪漫的烛光晚餐 两人喝完一瓶红酒后 张新权变得心事重重起来 显得心情很不好 心爱的人心情不好 爱玲自然贴心地关心 追问怎么回事 张新权说 工作近身出了点问题 还有家里父母出了点事 不提这个了 你再陪我喝一瓶吧 两人又喝完了两瓶红酒 爱玲已经不胜酒力了 张新权把她送到住处 趁她迷迷糊糊 就深情告白了 爱玲一下子答应了 两个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那晚张新权没有回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 爱玲虽然还处理甜蜜的状态中 但张新权明显态度有点不对 她只说了句还有点事 然后就离开了 现在事情过去半个月了 张新权对爱玲越来越冷淡 微信也是断断续续回复 她知道自己被人耍了 虽说这个年代第一次没那么重要 但硬生生被人骗走 心里也真不是滋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